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这是三百五十万分之一的幸运 可是孩子出生后没几天丈夫却突然消失 走的时候就发了一条朋友圈 一去不回头的走起 此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可现在妻子和四个儿子正是需要他的时候 身为丈夫和父亲的他究竟为何不告而别 钟女士说 丈夫跟他在一起一直手机 尽管他住院期间 丈夫也只是在走廊外待着玩手机 没有问候也没 有过关心 丈夫再次胞胎儿子出生后反应很异常 一点也没有出为人父的喜悦 反而整天哀声叹气 甚至对他有所闪躲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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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